欢迎收看新台湾上线 今晚的节目没有极限 其实一直有个问题 在我心目中不断的缭绕 什么问题呢 虽然黄国昌在宪法法庭表现得非常非常蜡茶 可是问题是 那再怎么样也是民众党的问题 宪法法庭有另外一个对照 叫做国民党 国民党他家大业大 国民党过去就是以博士学者著称 为什么打一个宪法法庭 也被大法官问到没有反击的能力呢 今天风燦传媒的一则独家 解释了我非常非常多的疑问 风燦传媒这个独家是说什么呢 国会扩拳之乱 全民买单 最帅律师 最帅律师就是李全合 李全合律师只有拿15万行情价 蓝白的律师团四位律师共拿了186万 你没有看错 第一个叫做陈清秀大教授 陈清秀大教授这场律师费拿了52万 那再来呢就前监察委员掌柜美呢 拿了24万的律师费 再来呢 林施猛大律师 哇塞真的是天价 80万的律师费 那我们业壮士业器员呢 相对小资平民很多 只拿30万的律师费 当然了我们讲拿钱办事 这也没问题 我们讲一分钱一分货也没问题 可看了这四位辩护人 我开始去回顾他们过去在宪法法界的表现 到底有没有一分钱一分货呢 还是三分钱值不到一分货 有趣的事情来了 这位叫做陈清秀的大老师呢 这来自于东吴的老师 东吴的老师呢 他竟然在他树状上面呢 你没有看错 写说啊 总统到立法院被学的时候 符合一经的天地太挂 太小往大来 集市则是天地交额万物同爷 上下交额旗帜同爷 一大堆 写一大堆意经概念 写完之后呢 他就被国民党换掉 他真的被国民党换掉 你没有看错 他真的被国民党换掉 写完之后呢 这52万就打水漂了 陈清秀拿完之后 他被换掉 接着换成叶庆元 叶庆元在整个宪法法院聊什么呢 聊说如果今天是柯文哲跟侯友宜选上 你们还会这样子搞吗 他什么 把宪法法庭当成政论节目嘛 所以今天节目呢 有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来好好跟大家揭露一下 国民党在宪法法庭辩护律师 到底值不值那个价 他到底为什么把整个宪法法庭 弄成一个小丑剧 难道国民党真的找不到一个撑头的人 打这场宪法法庭官司吗 完结节目全部来跟大家揭秘 另外更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翁晓菱 翁晓菱说他是以中国人为荣 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件事情最近在网路上不断的发酵 当然了 翁晓菱认为他自己是什么人 认为他是中国人 这件事情我都没有意见 可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想想 翁晓菱在节目上 或在网路上 或是在整个现实生活中 他营造了形象 是不是一个中国人的形象 他营造自己是外审第二代第三代的形象 甚至在七七卢沟桥事件的时候 他还贴个文 永远纪念七七抗战 小时候所读的课本 和看见外公 以及其他长辈 身上的作战伤疤 让我深感 国家要每一个人去保卫的 国家是建构在尊严前辈的流血流泪之上 翁晓菱其他的人设一直都是一个外审 喜欢中国的第二代 甚或是第三代的子弟 可有趣的事情是 今天管人健在他的专栏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翁晓菱为何只纪念外公 却不提嘱咐 原来翁晓菱是彻头彻尾的台湾人 甚至我们节目还特别的找到翁晓菱 他们家族在嘉义是个大家族的族仆 你可以看到 这个翁晓菱就是翁晓菱的父亲 这个翁宗赤就是翁晓菱的爷爷 翁晓菱的爷爷 翁宗赤在日据时代 是个非常有名的人 根据1935年7月7号 台湾日日新报就有特别讲到 翁宗赤是属于什么呢 是庆义大学的理财科毕业 哇 在日据时代可以去日本念书 那是郑皇明的标志 然后呢 后来呢担任爪哇的总支配人 总支配人叫做总经理 他是隶属于什么呢 嘉藤和明会社 一个日本的商社 在爪哇的总经理 所以翁晓菱左看右看 都是正港的台湾人 他们家族约莫 在康熙或乾隆的时候 就来到了台湾 从此到翁晓菱 目前是第16代或是第17代 为什么翁晓菱要假装成一个外省人的人设 为什么翁晓菱绝口不提她的阿公 为什么翁晓菱要说她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而不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呢 翁晓菱的绅士之谜 今天节目也会来给大家大开箱 大解密 这么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节目讨论 进入节目讨论之间 现在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 定宇哥你好 正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美姐 王瑞德 瑞德哥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社民党台北市员 苗波雅 阿苗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深美姐 王实祺 十一姐你好 大家好 第五位是资深美姐 康仁俊 仁俊哥你好 正好 大家好 第六位是国民党 桃源市员 第七位是民进党发言人吴正 吴正你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都讲一分钱一分货 可是问题是 这一次国民党光律师费 花了多少钱 186万公帑 我要讲哦 公帑哦 不是国民党自己出的钱哦 民进党是自己掏腰包 你看哦 民进党立委院党团是自费聘请律师哦 可是国民党利用公帑 花了一百八十几万 请的四位大律师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看一下小关报道 宪法法庭上 一二三四 这四位蓝白诉讼代理人 与大法官言辞交锋 这四位是透过立法院 付费的诉贷费用 现在被爆出来 加一加就要一百八十六万 当民众党推派的律师 林石某 费用占了近一半 大家不要以为 在我们国会改革法案 我们立法院要找诉讼代理人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哦 谁会愿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赶快要去帮忙找资料写东西 到底付了多少的律师费用 他们花的难道不是 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吗 喊话要民进党公布金额 民进党立委吴思尧 马上反击 贴出和诉贷照片 当然也包括了 政院诉贷李全合 从总部到了行政院 监察院 以及立法院民进党团 四个单位 共有十二位诉贷 有诉贷还是义武帮忙 民进党团我们支付的就是三位 共四十五万党团自己掏腰包 一位诉讼代理人大概是十五万 那至于其他的宪政机关 每位诉讼代理人是十五万 所以这是有情价 立法院这边有高达一位八十万的律师费 我心里觉得对我们的律师群 我觉得很害羞 蓝白花了一百八十六万 请四位诉贷 针对国会扩全法案进行攻防 高于一般市价的行情CP值 合不合理 民众心中自有答案 吴正 我真的没有想到修宪就修宪 竟然还可以修宪发大财 四宪发大财 我是一个宪 价码随便你喊 有的人喊这个52万 有的人喊24万 有的人喊80万 有的人喊30万 随便你喊 你只要喊我们立法院公家就编金费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有好好答辩就算 你说你看完国民党请的四位律师 陈清秀 常贵美 林时某 还有叶庆元 这四位的律师 在宪法法庭上都在胡说八道 难怪蓝白被打趴 没错 正好看了今天风颤传媒这篇独家报道 我心中一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为什么国民党的 这个立法院的诉讼代理人 叶庆元律师一直要在宪法法庭上主张说 宪法庭不要做法规通案审查 要未来个案一个一个审呢 我看了这个就恍然大事宪发大财 因为我看到宪法法庭上大家很关注 十七姐最关注的宪法法庭 最精俏的脸庞 李全和律师 你好好讲哦 我有他赖哦 李全和才15万 十七姐包你一个月 小钱 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未来希望可以找李全和律师打官司 因为他的价嘛 才15万 可以赶好几次三庭 对不对 但是我们立法院找了四位大律师呢 哇不得了 花了186万 而且这个186万 各位不是国民党出的钱哦 不是民众党出的钱 是你跟我我们纳税钱来出的哦 我竟然付了业绩元的律师份 你也付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请了四位大律师 陈清秀律师52万 对 掌柜美24万 对 哇林斯蒙最贵要80万 对 叶庆元讲话讲最多 但是30万 对 CP值相对高 那既然他们花的是全民的纳税钱 我们当然要来看一看 我们请了这四位律师到底CP值高不高 我们要好好解验 有没有认真帮国民党打官司 有没有好好上班 对 我们就来看了 这一个大法官詹森林 跟林斯蒙律师宪法法庭上 有一个交锋 对 那我们看林斯蒙 林斯蒙领的是80万 领最多 80万他上面做了什么 但是他在宪法庭上的表现是 被大法官打一个问号 打脸 因为呢 这个林 这林斯蒙律师呢 一直在宪法庭上主张说 这一次国会扩权法案通过15之一条 未来要叫总统到立法院做国庆报告 他说这个叫做不真正义务 不真正义务 不真正义务就是 其实不是真正的义务 是一个自我要求 我自己法律定了 说我立法院要找总统来 总统如果不来 我也拿你没办法 不是啊 可是白毛大法官不是说 不真正义务是民法的概念吗 所以这张森林真的是蛮可爱的啦 他真的是把林斯蒙的意见听进去 他说林斯蒙 既然不是真的义务 那你们要和解 把这条自己删掉 既然你说是不真正义务 那黄国昌之前又说 总统不来 我们真的拿没办法 那一个没有强制力的法律 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嘛 你要不要自己删除就算了 在这里还问两次 你树状写到不真正义务 写到民法的概念 那你黄国昌说不来会怎么样 你干脆这个法条自己废掉 他在臭太臭他耶 对你这条自己回去收一收算了啦 投降输一半 这样零八十万 所以我们纳税钱花在这个身上 这个有点不值 但是这个林斯蒙 还有更厉害的来了 更厉害的来了吗 正好我跟你讲 现在前阵最夯的法律学派 什么卡提诺法学派 卡提诺法学派 现在过时了 什么 卡提诺法学派训 现在我们看了 陈庆佑教授的第一节到 哇涨知识 原来还有道家法学派 道法派 道法合一 要确定的耶 他零多少钱 他零52万耶 第2高第2高 第2高道家法学派 是 所以我们看到 陈庆佑过去投稿 台湾法学杂志 就阐阳了他的 道家法学精神 oyster 你们看这个 前面目录啊 王道与天原合一思想 天道 地道 地道 富在万物 玉成万物 天道 地道 人道 materia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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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這個去投書 下一句要不要集集如律令都出來了 聶小倩呢 聶小倩人高 聶小倩就是你這個妖精 先不要發言 繼續 鬥可鬥 非常鬥 這個樣子 所以他到底拿這個道家法學 怎麼樣落實在憲法法庭的審查中呢 這是他自己的投書 你可以說他的興趣 你不要跟我講 他連在憲法訴訟上 都把道家的學說寫上去了 我们来看他怎么讲 他说这个因为我们讲说 国会是民意政治的体现 他说那我们法律制度 要有倾听民意的管道 人民要能表达民意 那政府也要能够反映民意 所以总统接受立法委员的 询问与答复 这个就叫做上情下答 还行啊 下情上答 还行啊 但重点来了 符合什么 易经 符合什么 符合易经 他真的在上面写易经 地天咒挂 而且还补 地天太挂 地天太挂 钻曰 钻曰 小网 大来 谷亨 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等一下 我们讲总统国会被询 你们现在不在讲大法官 对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知道你会指引这个 法规示范法审 打贬书相关机关 立法院代表人 韩国瑜诉讼代理 陈清秀有该当的 他的树状真的跟我讲 总统去立法院背询符合易经的理论 对 这个太夸张了吧 总统来到立法院 这个就叫做天地交而万物通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天地交而万物通 赖金德 你还不去拜许一下 这样就叫做正通人和了 这多少钱 这52万 这52万 52万 所以按照陈庆秀大教授的理论 就是我们的宪法设计中 应该要有易经的概念融入进去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四字几号啦 我跟你讲易经的浦瓜比较实在啦 已经是九阴真经的禁忌 九阴真经的禁忌 是吗 所以他的这一个东西 其实现在大家回去说 哇 怎么有这么奇葩 这么厉害的学者 很多被他教过学生都跳出来了 这个同学就来分享说 啊 陈教授的课我修过 推荐各位如果想要成为法师的同学 什么法师 我要律师 为什么要变法师 我念法律师也不是要当律师吗 我念动法律师要当律师啊 我要嘛当法官 要嘛当律师 怎么会变法师来当法师的 大家说如果你要修当法师的话 就修陈庆秀老师课就对了 第一堂法律学 陈庆秀老师就说 要读好书必须和桌子合一 又来了 他说他听了一整个学期的天人合一说 要天人合一 所以要从跟桌子合一开始 所以同学说我到底听了什么 然后其他有人说 印象中陈庆秀老师的 如道式法学 在学界读书一次 上课呢 老师开鼓励同学念金刚机 对 老师开这个 延伸乐读 不是 那个是什么系的啊 东武法律系 不是分教派哦 延伸乐读是金刚经 他说学问升不升 不好说 但是学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太艰深了 没办法学到 会派陈庆秀代理的人 真的脑袋撞到 上过他的课都知道 他的法学根本就是道家法学 厉害了 卡提诺法学派真的训了 道家法学现在最行 而且更夸张的事情 我特别查过 这东武大学网站 他是陈庆秀 他是教授 没错 结果他的专长是税法 行政法 财经法 行政救济 根本不是宪法 但重点是我们花了52万 请陈庆佑教授 结果 他写了这个道家法学答辩书以后 国民党就把它换掉了 国民党都受不了 把它放也换成业绩园 我们52万就打到水里面了 你至少要花一半回来吧 对我们花52万就换掉了这一篇 道家法学 陈庆秀还我钱 还我钱 陈庆秀还我钱 好所以这个真的厉害 接下来我们看叶庆元 叶大壮 叶大壮厉害了 讲了什么呢 名句说 如果今天当选总统是侯友宜 或者是柯文哲 陈庆机关 还有立法院民党党团 你们还会再坚持现在的主张吗 不是他把宪友宜当绍康战情室吗 对啊 侯友宜的名字有在宪法里面吗 没有吗 对啊 柯文哲有吗 这跟谁宣伤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讲合不合宪 你跟我讲侯友宜 柯文哲民进党 上政论比较快吧 那这个3000块就要3000才 给他30万 很多很多 100倍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 所以叶庆元 这个也是让人有点下巴掉 最后一个总可以把 前监察委员 掌柜美 宪法法庭代表作什么 他看起来很厉害 监察委员 掌柜美真的是算是 相对跟前面比起来 陈庆秀 叶庆元比起来算中规中矩 对 因为他代表作无 对 但是我们想说 这个来宪法法庭上面 应该是全国宪法学界的经营 宪法巨破啊 对啊 律师 你派一个裁法的 我就觉得很夸张了啊 没关系 因为现在这个掌柜美 他不是法律系的 他不是法律系的 他是念政治学的 郑智希教授 对 他的 郑智希教授后面就要接范士平了 对 你给我接掌柜美 所以最后还是回来一个重点啦 刚刚我们就讲到 哇好好笑好荒谬 各位不要再笑了 这些都是你跟我的纳税前 这一次才政治荒唐 我们请吴珍回答问题上 这是真的非常荒唐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们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出来了 我想问阿苗 其实在打宪法法庭之前 翁晓菱就抱怨说 他这时间很短 工作量又很大 所以不好找 我看完之后才发现不是时间短 也不是工作量大 如果嫌时间短 工作量大 为什么立法院可以找到李全合律师 对不对 只花15万 为什么呢 包含陈信安教授 愿意义务协助 一块钱都没有收 对不对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任何一个正常 懂宪法的学者 都知道这条不能接 打了一定会输 我打下去 我会变笑柄 搞半天 找了一个什么 林诗蒙的大律师 拿民法的概念来硬拗 然后找个陈清秀 拿易经的概念来硬拗 业气园 拿政论节目的内容来硬拗 然后这个监察委员 掌柜 直接我政治系 我躺平 反正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对于他 在宪法法院讲过什么话 我几乎没有印象 所以难怪 蓝白被打得哩哩喇喇嘛 前阵子我看蓝白 一直在骂大法官 他们在骂大法官说 你们都没有专业啦 你们都是颜色对的 你们才当大法官 我在想说奇怪了 这些大法官过去 他们在我们 这个法律学界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现在蓝白会突然把他这样骂 结果现在看到了 他们这个律师的代理人的名单 以及背后标案的金额 我才恍然大悟啦 原来蓝白呢 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度 像这几位呢 其实坦白讲 你说陈清秀老师 他在说法上面 他在说法上面是专业 我都听说 他在说法上面专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谈到这个国会改革 他就突然变成占星师了 变占星师 对啊 虽然当然你说 52万 52万会不会太贵 在他们中国古代 过去这个占星师地位是很崇高 那这个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包括叶庆元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掌柜媒也好啊 过去他们的政治立场 其实很鲜明 很公美党 大家看就知道 也不用回避 这政治立场就是这么的明确啊 对不对 那他们是凭什么 是凭真本事 真才实学得到这个标案 还是因为他们愿意 在这个政治立场之下 去为蓝白在立的这个法作辩护 这个大家自有公平 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宪法学者 没有因为这个不容易 公法的学者有这么难吗 我觉得学者某种程度上是爱惜羽毛的 也就是说 他不会愿意为了说 这个短期之内 可能拿到这个几十万啊 说好啊好啊 不然我就出来啊 讲一些詹 但是你如果把它跟行政院的做比较 行政院这一次请的这个李全和律师 其实他的表现我觉得不错 因为还蛮多民众对他所讲的有共鸣 对 因为重点就是说 你上法庭 你不只要讲的是法 而且更重要 因为宪法法庭全国直播嘛 讲给民众听得懂 讲道理 然后再加上行政院委任的这个陈信安教授 他是完全不收的 对 完全不收钱了 所以也难怪以蓝白的逻辑啊 他们都会想象说 别人都是为了钱才做事 因为事实上他们找的人是为了钱做事 对 然后他们会说 你们这些大法官都是因为颜色正确来当大法官 想要升官发财来当大法官 不是真材实学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 因为蓝白的经验告诉他们事实就是这样 对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这笔钱 倒也可以为国家省下来 对 我是主张啦 这个一百八十几万两百万 可以全部给我们国昌立委啊 对不对 就我讲嘛 掌柜每天换饭视频就好了嘛 差不多啦 不用都给黄国昌 都给黄国昌 你看在那个宪法法庭上黄国昌不是彥信员明明要打黄国昌说我来我来 我来对 对 彥信员要打我来我来 这个我来 这个我来打 这个我来打 对 对 那干嘛呢 你请这些干嘛 你就让黄国昌去讲嘛 钱给他嘛 因为现在作评到剪片也是不容易 对 反正他出来 你为什么要偷偷凑黄国昌 没有错 他那天来 其实就是为了收集直播素材 跟剪片素材嘛 你看后面有一段 这个 他黄昭元问他 在最后接警尾声的时候黄昭元问他说 其实你这个立法院查弊案的目的 会不会跟法院跟检察官和检察院打架 对 如果打架了怎么办 打架的时候你立法院要不要退 还是说你立法院不退 两边就是各查各的 查出来如果不同结果那到底怎么办 黄昭元的主题是问这个 把它翻译成白话 结果黄国昌回答的从头到尾啊 他没有再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怎么样 他回去剪片 他回去马上 当天晚上他上架一个短影音 对 他把黄昭元长达几分钟的提问 他把他剪掉了 他剪一句最不重要的 对 他只剪黄昭元问他说 查弊案市立法院的工作吗 他只剪这句最不重要的 对 然后后面是黄国昌自己讲故事 然后 哇 下次三十万几十万流览量出来 他说哇国昌老师讲的好棒 国昌老师大连大法官啊 对 然后他把他前面支支吾吾打不出来 以达非所谓的部分通通剪掉 对 那你说嘛 你请这些 你花一百八十六万请这些代理人干嘛 对 真正的战场在国昌的直播间啊 没错 真正的战场在国昌的短影音啊 请小编就好 对啊 你就把这个钱给黄国昌 不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黄珊珊律师嘛 大家忘记他 对 对不对 你们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很会赞吗 傅昆奇你也可以出来啊 对 对不对 为我们纳税人省下一点血汗钱嘛 不要花大钱 然后找了这些 其实坦白讲 也没有做出多精妙的论述的诉讼代理人 然后最后更多的是 看你这些蓝白立委 在宪法法庭里面继续文不对题 继续答非所问 气势大放绝食 那我们纳税人花这笔钱有什么用呢 好 非常谢谢阿苗分析 接着我想问定位委员 我觉得很有趣哦 其实昨天至少到此时此刻为止 大法官还没宣判嘛 对不对 第一个 蓝白一副已经输的样子 第二个 蓝白一副大法官偏颇的样子 我就问定位委员 大法官不问 立法委员的职权 有没有包含查并 那怎么厘清监察权 属不属于立法委员 大法官如果不去问说 如果总统不去背询 会不会有什么强制立 那要怎么厘清 你立这个法 有没有侵犯到总统权 身为法官 不要讲大法 法官问案 本来就是要针对 争议点问案 现在蓝白怎么扭曲成 有问争议点 等于不公平呢 第一个我还是要先夸奖一下 台湾民众 我这段时间还是发现 台湾民众的学习曲线 很高 很强 但是也很忙 那回到应该讲 偏颇这件事情 你的尺是歪的 你就会觉得每座墙量起来都歪的 因为你自己是歪的 在法庭 这是宪法法庭 我们在上一届修法 通过宪法法庭的法 以前叫大法官示宪 大法官会议 宪法法庭是有工房的 工房 阿苗是法律系专业 工房就只有针点在问的 不管是刑事案件 什么案件 一定先整理针点 大家没意见的都拿掉了 一定是这样嘛 比如说检察官起诉 假设不要讲定义委员 起诉王瑞德 吴珍杀人 假设吴珍杀人 那检察官一定是说吴珍 我法官就会问吴珍 吴珍 礼拜二下午六点半 你人在哪里 在路新台派 我跟你讲 那就是针点 回答 那你回答出来就没有杀人 就OK啦 李正浩作证 吴珍那个时间三点在杀人 那你就照着问 吴珍说 没有我在上你的节目 针点就是在辩论通房的点 那现在有一群人说 都在问针点 偏颇 对啊 这逻辑是我看不懂 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面对这个 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辩论了 就好像 他在吃刹冰 这为什么是冰的 他就是冰的嘛 那问什么你才觉得不偏颇嘛 所以回到你刚才 我们从刚才那一趴下来 你讲因为法律人 阿美要讲那句话啦 法律人 比较爱惜羽毛 爱惜羽毛 那这一群全部都没毛的是不是 都刺毛刺掉 没有羽毛可以爱惜的 有啊 他有说合议 因为那个法在审查的时候 全国的 全国律师公会 台北律师公会 几百个律师联署说 这个法有问题 律师耶 对 他不是属于任何政党的 然后全国的中央研究院 到各国立大学大学的 法学院的法学者 联署说 这个法有问题 对 他们下面教的学生 大概就全台湾的法律界了 没错 那你现在去找到这些人 主流在那里 现在找了 我不好意思讲拐瓜裂找 等一下我懂了 我都知道为什么律师费要那么高了 这不是律师费 遮休费 这52万80万是遮休费 所以 名誉损失 你可以想象 我们如果现在出庭 换 郑浩被告了 对 你现在出庭了 对 你的律师站上来说 来 这个 这个辩护律师 要代表李郑浩发言 他说会 他就站起来 对 到到到 非常到 对 符合一经的挂项 你一定当场哭出来说 法官 我可不可以请假 我换律师下来 有 陈清秀一挺后就被换掉 换成叶靖元 所以 他没有当一回事 所以他回到这一次 就是说我们在来 已经看了很多 这一次 宪法法庭辩论庭里面的 双方的工房 对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 法官是裁判者 认为违宪跟认为何宪的双方 才是工跟房的两边 没错 所以照理说 黄国昌翁小林汉这些大律师 应该是针对立法院的党团 各机关找来的律师 提出来的点 去证明说 你们乱讲这个和线 就他们都在攻大法官 不是 他们全部都在骂法官 对 就好像 我们看到 那个林玉婷在打拳击赛 双一开打 两个拳手开始猫法官 揍裁判 那你这个是什么比赛 那你没有比你就认输了 因为心虚嘛 对 你认为你没道理嘛 你认为你没道理 所以一下场 先打裁判 没错 否则 你下场 应该是要跟对方讲 哎呀 这个总统府的代表 这个律师 这句话不对 这个和线 那个行政院这个律师 哪里不对 这个和线 他们完全没有针对 任何一个人 讲的地方回应 所以我不懂 就是说 你应该是 争取大法官认同 判你赢 然后呢 去证明 视线方错 就没有 从开始 不是这个准备庭开始 就是把大法官调出来打 然后有一个球赛开始先打裁判的 没错 那就是作弊的那一边 我最后要讲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诉讼费 我必须要讲 机关请诉讼代理人 招标 应该的 对 不只立法院 韩国医院长 行政院总统府 都是用纳税人的钱 请律师 对 这个没有问题 那今天早上 我看翁晓琳去上中广 我快笑出来了 他讲说 王定宇出来交代 哎呦 王定宇 为什么会知道 谁80万 谁50万 等一下 这讲到重点 到底为什么王定宇 会知道 这个林思梦 领80万 是不是国家机器又动起来 今段广告 欢迎去讨论 欢迎回来 新台湾上线 今晚的节目 没有极限 我们刚刚特别聊到什么 聊到说 你这么多的钱 对不对 然后去请四个律师 这个四个律师 坦白讲 也不是我们讲的 民众党推荐 林思梦 花80万 另外两位 原本是陈清秀 在里面 写易经 被换掉 改成叶庆元 然后国民党推的第二位 叫做什么呢 张惠美 张惠美 他是政治系的教授 我没有瞧不起政治系的意思 这是宪法的局 即便你是法律系 我们这几天都特别聊过 法律系有分 公法 刑法 民法 财法 你说稍微有一点不懂 就可能会像林思梦一样 把民法的概念 不真正义务 写到宪法里面 这很专业的嘛 你这会请政治系的教授来吗 我才说不然你就请饭四瓶 还不是一样更便宜 可是定位委员 你说今天翁晓琳在媒体上公开指引你 你们国家机器动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林思梦要80万 你怎么知道陈清秀要52万 他还讲他问了立法院秘书处都不跟他讲 是吗 王定宇 有啊 他说王定宇竟然会知道 所以我这三张图是国家机器传给我的 我再来揭秘给你听 他问两件事 他说 很奇怪 王定宇要出来交代 为什么他知道 他请了这四个律师多少钱 他跟立法院秘书处要 秘书跟他讲说是机密 不跟他讲 立书处胡农你 翁晓琳 然后他第二个就讲说 来来交代一下 把其他所有机关的价目表都公布出来 我听你在八卜啦 对学皇国商的 还有下一句 我听你在哪吒啦 对 法卜跟哪吒 第一个 汪小林真的是不懂法 他不懂 不食人间烟火 不是不是 他现在讲法律学者 他是不是一个不懂法律的法律学者 所有 公开招标 网路都有 对啊 网路通通都有 他有个网站叫做 公开招标网 而且他的质疑很特别 难道我要偷偷跟你讲 是韩国瑜跟我讲的 立法院的招标资料 立法院的秘书处 立法院现在掌权当家的叫做韩国瑜 对 他在质疑说我怎么知道 那就只能 如果要阴谋论 韩国瑜讲 韩国瑜跟我讲的 对 而且韩国瑜还交代秘书处 骗你说那是机密 对 我觉得不要胡说八道了 对 那会让学者蒙羞 所以第一个查出来就得到这些价目 对 那没关系 机关要诉讼请这些代理人 合理的 对 我不认为有错 那你叫我公布其他机关 你也帮帮忙 对 你去上中广之前 各家电子报都公布了 全部的民 就是认为违宪的机关 不管行政院总统府 全部汪不汪当加起来 每个律师15万 我还没算那个免费的 不过王浅秋在旁边也不帮他一下 两个都不用帮他 没有 王浅秋当过高雄市新闻局局长 他怎么会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向正号上节目要读一堆读调 是是是 两个人在那边讲的跟真的一样 叹里乌鲁 所有的认为违宪的律师是15万 还有一个说我情义相挺 那一边是80 52 30 展柜美你被坑了你才24 好那这样出来了 合理他非本科 那我们就讲了 人家也做过监察委员 那这样子弄下来之后 我就要问了 我就要问韩国院长 我们花了比人家贵 请了这么重要好的大律师 怎么变成这个德性 叶庆元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你叫御用大律师 你那一天拿说总统府设委员会 叫做滥权独裁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设了四个到五个委员会 你拿这个来供 你不用供嘛 这样不用供30万 临时猛搞不清楚状况80万 一个民众党推荐的律师 就可以让其他认为违宪的75万 还可以找5万 所以可以请 但是表现出来品质 这个质量不相当 CP值不高 我最后要讲 这个事情对纳税人最冤 不管是立法院的 行政院的总统府 不管哪一边 都是花人民纳税人的钱 如果蓝白在扩权 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好好讨论 照正常程序 不对的不要通过 人民何必买单 这一两三百万的钱 也是钱啊 你后面还要拿乾坑法案 一大堆违宪法案 以后 专门接立法院的标案的律师 薛帆了 可是问题是 刚刚蒂宇哥讲到什么呢 讲到翁晓玲 翁晓玲厉害 他自称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是光荣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荣耀 可是翁晓玲真的是中国人吗 翁晓玲是光荣的中国人 还是光荣的台湾人 还是翁晓玲明明就是台湾人 亦要假装自己是外省人呢 很有趣 今天翁晓玲早上受访的时候 往前求访问他 他还是说 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们看一下翁晓玲怎么说的 跟爸爸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以至于就算是今天被霸凌成这样 在网路上 在绿媒上面被霸凌成这样 有爸爸的教育 不怕 我是军人子弟出身 其实上来就是 对于国家民族大义等等的 其实我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所以即便是我这段时间 可能又被一些人所攻击 可是我认为说 我坚持我自己的信念 所以我也觉得说 我父亲给我很大的力量 我并不认为说 我今天的发言 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从血缘历史文化 我们就是民族 我们就是同文同种 我就是中国人 哎 冷静哥 翁晓玲真的口口声说是中国人 他的形象 其实就是外审第二代的形象 他想要争取的票 其实就是那些深蓝的外审票 可是今天我看到一个管人健的文章 真的让我吓死了 翁晓玲为何只纪念外公 却不提嘱咐 翁晓玲母亲是外省人 父亲翁启雄是陆关29的台籍生 所以在眷村长大 而翁启雄的父亲翁中赤 根据中演院台司所副署长 钟淑敏的研究提到 他们一家子既然都是台湾人 在日剧时代就是黄明 他日剧时代是黄明 他就还敢在七七鲁锅桥事变说 我要反对日本人 日本人对于我们大中华侵略 实在太可恶了 他说你们民进党政府 既然都没有讲七七鲁锅桥事变 他说我身为立法会员 会随时提醒这个政府和首长官员们 他们要守护的是全中华民国 而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故意忘记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那段历史 就是数点万组 翁晓玲不讲他爷爷帮日本人做事 才是真的数点忘卒 这两天我看到网络上 确实有非常多 引用管轮件的论点 然后开始去提出一些的质疑 但我必须讲 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血缘 血脉的认同 我觉得那个个人主张 其实大家都尊重 可是现在来自于是因为翁晓玲 在他的所谓的社群媒体上面 他在两个不同社群媒体 而且这两个社群媒体 基本上有一个是大陆比较常用的 一个是台湾比较常用的 AB稿 你在这个部分的说法不同 然后被人家质疑了 就像他一直在强调说 他觉得就是中国人这有什么问题 结果有学生在那边写说 你是中国人的教授 他说是学生西凶狭窄 他就不开心了 所以我也不太懂 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做宽大 但是你刚刚看到说 翁晓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提到说 他是军人子弟 所以对国家民族大义 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不好意思你是军人子弟 小弟是军人出身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但我不会要求你一定要认同我的 所以我也不会强迫说 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去认同你 我觉得这个是 台湾里面大家都OK的 但问题就回来了 翁晓玲他现在一直在强调说 他坚持要讲中国人的骄傲 OK我觉得也好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同 比如说你认同中国大陆 那你可以入籍中国大陆 不要拿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其实老实讲也没有什么相抵触 那这只有你的选择 那你坚持一直强调那个的骄傲 那你要继续留在这边当立法委员 那也是我讲这话 也是AB稿 他的人生也是AB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 他提到说永远纪念七七抗战 说实话 其实我们也 我们应该对中国这个七抗战 因为那个是国民党 当年那个国民政府打的 所以我们要讲纪念也都OK 但是他显得很怪 小时候所读的课本 和看见外公 和其他长辈身上的作战伤痕 让我很感深 为什么讲外公的伤痕 不讲阿公的伤痕 为什么讲外公 不讲老爷 外省人不是都叫老爷吗 我叫我外公都叫老爷 我是客家人 可我妈妈是外省人 我都叫老爷 为什么叫外公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 他小时候是不是跟外公 特别的亲近 还是怎么样 这个老实讲 家里面的状况是这样 但问题我们就回来了 因为你会看到 他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比较用政治性的语言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 我坚持讲中国人叫 我也不会叫台独滚 那个字眼其实老实讲 是很重的一个字 所以我就讲 就是你的信仰 跟这个所谓的政治 你一定要做连结的时候 好那就问题就回来了 事实上翁晓霓 其实很多人真的以为 他是所谓的外省第二大人 是啊 他都这样讲 中国人 哪有中国人的脉络 我外公是打这个七七如沟桥事变 怎么想他就是外省人 是 那现在比较麻烦 他还贴脸书 七七如沟桥事变 铭记历史勿忘国词 他就认为当时打七七如沟桥 那个中国是他的国词 是是所以你知道 所以他不是外省第二代吗 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谈中国 中国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的名词 可能跟我们的名词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们现在认为中国 就是对岸的那个中国 但是他硬要给你延伸说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是大江大海 你不要再跟我讲浴缸里面的小菜籍 我跟你讲的是雪拜 是跟你讲民族 所以他硬要把中国放进来 那也是他的问题 但我们就回来看 管人间说破他的谎言了 管人间提了一个问题 说你看他是在七月八号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翁晓霓 为什么只提 只纪念外公 但从来不提他的祖父 结果他就开始去爬梳 那管人间老师在台湾史这一块 我真的佩服他 那他爬梳是这样 他的爬梳是说 第一个就是翁晓霓 在受访的时候说 他的义父亲翁起雄 他父亲名词是确定的翁起雄 国民党的少将 看起来就是外神第二代 而且不是 因为他的外祖父亲 因为他讲过很多 所以那个不太需要爬梳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他说他这个翁晓霓 他其实当时还讲说 他的父亲 这个头鼻从龙 开始去你生涯 结果他就下去爬梳了 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父亲 叫做翁起雄 找到他们家的族仆了 其实他们家在嘉义 算是旺族 并不是那种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等一下 他讲翁起雄 我想到翁起会 他们是一起的大家族 但我们就通 嘉义一族 一族 对 内行人委员 好 那我们就回来看 翁起雄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起雄 起雄哥 那你在往上推的时候 他的父亲 叫做宗次 翁宗次 就是翁晓霓的爷爷 那就是所谓的翁宗次 你就从这个地方再进来看 对 那你就会 他就再继续去爬梳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这个是 说真的 这个是家族 你看起来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照片 对 他都提到说 你看像这个照片里面 他说这个上面几个人 这个小朋友就是翁晓霓的爸爸 就是所谓的翁起雄 这个就是翁宗次 他的爷爷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个翁晓霓的阿公 对 那我讲一个 其实网路上 其实网友大概有 我刚才稍微又看了一下 网友其实有一个好奇 就以我们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都会跟父子被走 这是我们传统的习惯 对啊 比如说你姓翁 我姓康 像我爸爸是客家人 我就说我是客家人 我妈妈是外省人 那我就是客家人 但是一般我们就讲客家人 他怎么蚵仔装韓吉装蚵仔呢 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强调 可能蚵仔有壳 那个叫蚵仔 韓吉装蚵仔 不要对客家人要求这么多 继续 这是一般性的习惯跟理解 对 那你如果跟母亲 那边比较好奇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就从母性 那一块我也没有 那也没从母性 也没有什么 所以我就讲 就是他个人的认同问题 可是管仁剑其实浩杰 也是从台湾一般民众的这个理解 想法里面 那你对外公这么有的情感 那你自己的阿公 难道结果不提阿公 但是他的阿公 其实并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 他阿公是大咖 日据时代有这种小洋发 穿这样的西装 不是一般人家 当年看起来应该不是摆拍 因为那个时代应该也没有 没有什么IG 没有什么要摆拍的这个状态 那我要回到这个事情上面 事实上根据这个所谓的管仁剑的扒书 他找到一个在1940年左右 旅居南印台湾人的名录 其实我要讲一下 这边都是我们的扒书 不是管仁剑的扒书 我们的扒书 我们的低潮来继续 从你的低潮扒书过来好了 好不好 他扒书还发现到翁中赤这个地方 你看 住在巴达维亚 就巴达亚 巴达亚的 身份在当时的身份叫做爪哇总之辈 爪哇在哪里印尼 就是我们讲印尼 他是总支配 你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总经理就是总支配 总经理的这个概念 哪一家公司 加藤和明 或者就是日本的公司 那他还是庆一大学毕业的 没错没错 他就是皇民 我再讲一个 如果在当时台湾人能够 像我父亲 没有他庆一念书 怕死人 你讲到太遥远了 因为那已经到大学去了 在我的副职辈的以上的那一段 能够念到初中 我们那时候叫初中 算是读书人 不叫国中 对 所以你念到初中 再往上才慢慢再念上去 那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 身份有时候其实真的非常非常 而且那时候就要很优秀台湾人 要不然念台湾帝国大学 是能够到日本念到庆一大学 在日本的会设在爪哇当总经理 然后穿西装 然后住洋房 那他就是皇民 他不是什么外省人 好刚刚郑昊说 这边是郑昊的爬书 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回到管仁健的质疑 管仁健的意思是说 好那你现在大家知道 小翁晓菱现在写 纪念抗战78周年 而且提到他的外公怎么样 然后呢 但是好奇是为什么 你只提中国人的外公去抗日 却不提他的台湾人的阿公 到了日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设 里面去当这个 去做这个工作 而且我在讲 如果像我自己的爷爷 那之前 那他之前也在公司工作 或是什么的 说实话 你如果在那个时候 没有受过一定的教育背景 然后没有一定的这样子 让大家觉得说你OK 事实上你很难找到 像这种这种所谓大型的这种工作 而且里面还很关键 这是事实 那个时候八年抗战 日本军队侵华的时候 日本的军费从哪里来 所以从南洋这些公司来 所以他阿公帮日本人赚到的钱 其实当年都是翁晓菱嘴巴里面的 十二不赦是国耻 所以你看管仁健 他其实很清楚就其实说 翁晓菱的母亲是外省人 那他的父亲翁晓菱是在入关 这个没有错 但他强调一件事叫台极生 对 为什么讲台极生 因为你如果真正以我们现在说 你也是台湾人 对啊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 你就是台湾人 你就说他是骄傲的台湾人就好 为什么他要说他是躺躺真正中国人 他选择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一个上面写说 那个叫做台湾之光 但是在其他中国大陆比较常用的 他就硬要跟中国这两字连结上来 对好 非常谢谢人均根请人均根回到位置上 没想到翁晓菱除了在社群发文有AB稿 他的人声也有AB稿 他的对外宣称他的背景也有AB稿 时间关系 进一段广告 还剧讨论翁晓菱的人声 我们来给他大开箱 进广告 谢谢大家